來 看一版這邊 這個題目在解的時候 奇名要特別看見 題目要寫的是 這個方程組的幾而一 還是方程組的解 我們這個題目裡面 它要找什麼呢 討論方程組的解 方程組的解的話就是會有一個解 無解跟無限多數解 如果它要你討論幾而一的話 就是兩個直線交易點 兩個直線平行跟兩個直線重合 所以我們現在找方程組的解 如果討論方程組的解的話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delta 我們跟他們公司來討論 delta的話 s係數2跟3-k 完了係數3-k還有2 這個值會點多少 抱歉不是這樣 這值會點多少 4-k的平方 所以我這應該是得到 負的k平方加上6-k 因為這個展開是k平方-6k加9 它加一個負號 所以是負k平方-6k 那就變成加6k 最後-9再加4 所以加進 -9加4-5 那一般前面的係數是這個的 我們把負號提出來 變成k平方-6k加5 這個地方特別留意 你不要自己把那個負號就拿掉了 因為如果在負號那個範圍的時候 那個負號拿掉它就會有那個範圍的差距 可是這邊因為我們等於說 那個要等個年或不等個年的話 那就沒有差別 所以這邊我可以把它分解成多少呢 k-5k-1 分解出來 Delta會等於負的框號 k-5k-1 順便我們再把Delta-1跟Delta-1 通通都把它找出來 Delta找完以後 我找Delta-1 Delta-1的話 把k的係數用常數這樣表示 這個是k加5 7-k 然後一個是3-k 還有一個2 這個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交叉怎樣 相乘 展開一下 2乘以K加5 2k加上10 去減量這兩個 相乘 k平方-10k加上21 所以整理一下得到負的k平方 減量-10k所以等於加10 加10加2加12k 減量負的11 減量的11再加10 減量多少 11 要把負號寫出來 變成k-12k加11 這可以分解成多少 k加11 還有k加1 分證 所以k-11跟k-1 k-11 k-1 好 data-s我也把它分解出來了 再來要分解誰 data-s再來分解 data-1 data-y x的係數造寫2跟3-k 1的係數用常數像k加5 還有一個是c-k來代替 好一樣交叉相乘再相見 所以27是14減量2k 減量這兩個相乘 負的k平方 再來呢 減2k加上15 這個層應該會吧 減2k加上15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k平方 負負得正正2k 負2k加2k 沒用了 對不對 負15加14 所以減掉1 k平方減1 我可以分解成多少 k加1乘以k解1 解完了 對不對 好 我 deltaS deltaY 還有 delta 三個都找出來了 那我來討論方程組的線 第一種 delta不等於0的時候 delta不等於0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對到 解開一組解 那我的k應該不等於多少 delta 橫那邊 負的項號K-5K-0 所以Δ不可以等於5 而且K也不可以等於1 這裡我用這種符號 且 且的話就是說K不可以等於5 也不可以等於1 你如果用或的話是指K不等於5或K不等於1 只要這兩個不等於就很好 但是我們要讓它恰有一個組結的話 必須兩個都不可以等於 懂這意思吧 所以答案的地方如果你寫且 對 如果我寫或的話就這樣 錯 且是兩個都要成立 或的話是只有一個成立的 這是第一個 只有一個答案 第二個的話呢 Δ等於0的時候 Δ等於0的話 我的K會等於5 或者是我的K會等於1 因為Δ是不是K-5 乘以K-1 答案等於0的話 K會等於5 或者是K等於1 那K等於5或K等於1的話 它會怎麼樣 各位想想看 我如果把K等於5帶進來ΔS跟ΔY K等於5帶進來這一項Δ5會等於0 ΔS 不等於0 ΔY呢 也不等於0 所以這時候我再講 丟到S 不等於0 我的丟到Y呢 就不等於0 所以 方針組怎麼樣 丟到0 那是丟到S 丟到Y 不等於0 怎麼樣 我要講這是方針組 所以要講方針組怎樣 無解 方針組無解 這個方針組是無解的 就是第一種情況 還有第二種情況 就是K等於幾 K等於1 K等於1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ΔS跟ΔY 通通都會等於0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Δ等於0 ΔS ΔY 通通都等於3個都等於0 所以我的方針組怎樣 無限多足 謝謝 我的方針組有無限多足 謝謝 基本上的寫法 就是標準在解計算體的時候 一個寫法 我們會把ΔS 丟到Y 通通把它找出來 然後最後再去做判斷 第一個 因為自己有一種情況 Δ不等於0 只有一組解 所以Δ不等於0的話 K不可以等於5 寫K不可以等於1 如果Δ等於0的話 剛好會有2個 等於5跟等於1 等於5的話 你把它帶回去 ΔS 丟到Y 你發現 他們通通不會等於0 所以方針組無界 我們在判斷這個方式之後 就告訴你 Δ等於0的話 ΔS 丟到Y 有一個部位0 它就是無界 那如果3個都等於0的話 他們方針組就會有怎樣 無限多足解 這個你把它理清楚 那你把它補充一下 方便練習0